余大人 花花 早已在搜 余大人 余大人 恩人 报仇 日路顺岸 留君父一心上尊 定金枢报告 定金枢报告 人在哪里 也不在哪里 余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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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蛋 余大人 余大人 怀着丧母的悲痛 于成龙踏上了从湖北到福建的航船 在船上 于成龙再次拜读了古言武的日之路 他深知心向高山就不会畏惧荆棘 至随平原方能求过洪水 对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深为赞同 成龙 前面就是天下文明的福州码头了 如今怎么这么萧条啊 福州自古就有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美誉啊 又是东海和南海的交通要出 还是据东南亚和大洋洲最近的商分 你于大人即将踏上的福州 不仅是福建的首府 还是个美丽富饶一半米江的地方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话呀 你尊贵的穆宾周锐和周先生 早在湖北黄州都给您说过了 刘金阳 你又在背后说我什么坏话呢 我一个无足轻重的倒逼小吏 哪敢说您的坏话呀 我是恭维您哪 于大人 刚才晋阳说的 我在船舱里都听清楚了 可你居然还问他到底想说什么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朝廷为了遏制和剿灭反清势力 以及逆贼耿京中而下达的前海令 绝对不是针对老百姓 更不应该因此而伤及百姓的正常生计 前海令明文规定 不许遍帆入海 怎么会不伤及百姓的正常生计 列台大人 你一言望去 江面上不见一条行驶的渔船 岸边到处停靠着隔浅的渔船 此乃何故 一看就知道这是多年没有出海了 那个人是谁 看不清楚 府中到了 都出来看看吧 小心小心啊 陈老兄 静阳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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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哪儿了 我呀 广西罗城 你呢 福建 福州府 好地方 那儿有海哪 我恨不得现在 就去看看大海 成龙兄 敬阳兄 敬阳兄 敬阳 敬阳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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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你 咱们三个就你年龄小的 敬阳 都老了 我呀一言难尽哪 我在福建日日盼夜夜盼 前上盼后上盼 总算把你们两个给盼来了 既然你我一别十八年 今天终于见面了 张先生 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 怎么会不记得 玉林 玉兰 张先生 现在 不能叫张先生 应该叫张大人 就叫张先生 我听着顺耳 张大人 这是我闺女春晓 晓晓 快叫 大爷好 大爷好 好好好 长这么大了 杰仁啊 我真没想到啊 咱们三个一起玩尿泥 长大的娃呀 这十几年后 在这府中码头聚到一块了 有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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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人 你还认得老夫吗 周先生 张大人好 先生 万不可如此 您可曾是我们永宁的父母官 又是我们三个人的作师 当有弟子 拜见先生才对呀 哪里哪里 几十年的老皇历早就翻过去了 周先生 不光是你作师的老皇历翻过去了 恐怕是连你 当年五品复学症的辉煌历史 也一同翻过去了 张大人有所不知 晋阳是官小嘴巴大 什么话都敢说 翠婷 这是雷翠婷 雷捕头 雷翠婷见过张大人 雷捕头 好结实啊 小妹 见过张大人 张大人好 好好好啊 程龙兄 你们这一大家子人 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太令人羡慕了 回头我再好好跟你讲 好 可是 我今天这准备不足啊 只准备了一顶官教 这样 你先随我回衙门 我马上命人派一辆马车来 连人带东西 一块儿拉回去 好好好 走 干什么呢你 不干什么 我是想替集人给程龙开个叫联 伺候伺候当官的 有什么不对的 你不能让堂堂的不正式 给安插室开叫联吧 那更不合理数啊 不合理数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等着瞧吧 什么意思 以后你就知道了 张集人这个不正式 怕是管不了 于成龙这个安插室 干活吧 管不了吗 他官比他大呀 小心小心啊 慢点 老湘 你 cool 快 你我怕什么 别跑我跟你说句话 停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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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太大人 怎么了 是我们的轿不舒服吗 这福州大街小巷 为什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刚才那个人走得好好的 怎么一见观轿 就像见到鬼一样就跑了 这是为什么 永生 大人 如何吩咐 去告诉于大人的教父 跟紧我们不许耽搁 是 来来来 抬起来 抬起来 起轿 起轿 跟上 跟上啊 大人 跟上 大人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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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轿 都让开走 快点 停轿 快点 停轿 停轿 别让开 都让开 救护 快停轿 快走 快停轿 我让你们停下来 快点 快走 快快快 快点 停轿 快快 停轿 快停轿 本官让你停轿停轿 你为何不停轿 大人 程龙兄 走走走 走吧 走 快点 走 快走 张老兄 快点 快走 快走 既然 走 他们是犯了什么罪 张老兄啊 快走 你急什么 到了福建 还换没你审的案子 走 先到后衙 把你们安顿了再说 张大人 跟上 刚才在路上 到处都是跪着 喊冤的老百姓 这儿又有这么多囚犯 这福州城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见这几年 快走 别的事情不多 这案子倒是挺多的 这案查是衙门里头 等于你审的案子 是堆积入山 到时候怕你想逃 都没处逃 走吧 他们都是犯了同海罪 不错 这些人都是同海案犯 走 先走吧 到了后衙 慢慢跟你说 走 快点 走 我还拿不动放过来 小妹 走 小妹 来了 走 来 出发来了 小心拐脚 走 走 小心踩僵 看见了 看见了 走 走着呢 吃什么腿 慢 行行行 卖腿 卖腿 好 走 行 行 我这都是文方四宝 不是萝卜青菜 你是不是敢故意给我摔坏 你这个老头你 我帮你搬东西搬错了是吧 自己搬 怎么了 我不搬了 我说你两句怎么啦 你不知道我这是什么东西 就你那点破玩意 我能不知道 我不用你 我自己来 你来 不认识你了 孙先生 我来帮你吧 不不 我来吧 他这个人还没道理可讲 我来 这人就是 一辈子不仗义 走 行了吧你 试试 走 走着呢 走 走 脑子你还行 动嘴你也行 你用点劲吧 我有劲 我这是前面子 为什么那么沉 你东西装得太少了你 走 周先生和靳雅 真是一对冤家 整天打打闹闹的 没打没响 不是你招我一下 就是我惹你一下 这靳雅兄啊 真是一点没变哪 倒是这周先生 当初也是做官之人 能来做你的募宾 实在是难得呀 是啊 这是我俞成龙的福分 程总兄 回来再收拾 走 我请你喝酒去 走 不出去了 我这儿有好酒 算你有口福 好 好 那我就蹭鱼青菜一顿 玉兰姐 萝卜饭哪儿 放那个靠墙的桌子上 我去扫下院子 我来吧 小妹 这味道熟悉呀 来一口 请 这 什么酒 喝了都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 是想不到 你离开家乡这么多年了 居然还能有着 山西杏花村的老白分呢 亭义从老家带来的 对了 叫上靳杨兄和周先生 我们喝一杯 不不不 今天就不了 我有话要先问问你 你看看 我这还没喝够呢 你问什么问 我先喝够了你咱 问完了再喝 这么多年了 你这白头发多了不少 脾气可是一点没感 还是那么霸道 好 你问 你问 我来的时候 听说你们福州的监狱里 关满了通海案的犯人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咱们刚才在路上碰到的 也是犯了通海案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被逆朝廷 秦海令 顺治十八年就搬下来了 朝廷明令 不许片番入海 为者杀无赦 可是偏偏就是有人 不畏死 是杀了一批又一批 却还是屡杀不止啊 被杀之人 就那么死心塌地地 跟着逆贼耿金钟 和那些反清势力造反的吗 难道就没有一个 被官府冤枉的 不许片番入海 这是朝廷禁令 为者必究 如今福州的监狱里 灌着几千名通海案犯 就等着你这个新任的暗茶室 签字画押 砍脑袋呢 你来了就好了 等喝完这顿酒 咱们俩到衙门里交接一下 我这个前任的暗茶室 这儿也总算是熬出头了 你熬出头了 你啥意思 意思就是说啊 以后这暗茶室这摊子事 再也不用我张机仁操心了 张机仁 你可还是福建的不正使啊 那大清律明文规定 暗茶室所置路囚徒 堪辞状 大者会翻四议 你不操心谁操心啊 咱撇开同窗同乡不说 就暗茶室和不正使 这层上下级的关系 你跑得了吗 你跑不了 更何况 咱俩又是这种关系 怎么 我有什么话说得不合适吗 是呢 我跟你拥有什么关系 你如何说得不合适吗 你去找一刀 我先让你拥有什么关系 你不如那天哪 你会在这里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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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冻兄 听我一句 在这里无论遇到任何事情 不要急 要三思而行 来